这个人叫老谢 他是个美式博主 但昨天却在视频里面差点给哭了 是东西好吃到哭了吗 不是的 是有一帮人把他给弄哭了 老谢是浙江营播人 他在做美式节目的时候 认识了一位同样来自浙江渠州的周女士 这个周女士是渠州长山县当地的一个公益组织的负责人 前几天就带着老谢来认识了当地一个叫乐乐的小姑娘 这个姑娘差不多就是初中生的这个样子 你可以简单听听乐乐的这个故事 在杭州吃了一顿非常贵的饭 我很难相信我那顿饭的钱 有可能是人家两个月甚至三个月的生活费 热二很小就没有了父亲车祸 妈妈去了远方 爷爷奶奶一直抚养她的姐弟生活到现在 相处的这几天里面 我觉得它是一个让我在这个相对非常有利器的世界里 看到了很多我向往的东西 不是我能给予她多少帮助 是我觉得她在给予我很多 我在外面花花世界里完全获得不了的东西 那么在知道这个事情之后 老谢不光亲自带了一些宁波本地的这个海鲜给乐乐 还亲自下厨给乐乐跟奶奶做了几个菜 乐乐也要说煎个蛋给老谢吃 那乐乐的这个蛋煎的不怎么样 老谢也很实在 说你下次正儿八经的跟奶奶学一个菜 下次我再来 当然除了这个嘱咐之外 老谢还对乐乐表达了另外一个希望 你爷爷奶奶他们是主要是靠什么有收入啊 他们有收入吗 基本上就是有那些养老金那些 低保 他们的低保一个多少钱你这吗 一两千多块钱 跟你一样 如果你能读书你能读书 现在把它记下来 记下来这样子我不能 我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我都会帮助你 因为你也知道爷爷奶奶年纪大了 他们也有可能赚不了太多钱 在你读书读的越高越来越好的时候 就是读到初中啊高中啊 读到大学 有可能花很多钱 对吧 如果在你以后 你真的考上了一个大学 我来付这钱 你就像老谢讲的 你这将来其实是全国第一个富裕示范局啊 但即便这样的话 有的家庭因为变故因为病重 还是会出现了像乐乐这样的这个情况 好在咱们这个社会呢 有像周女士这样 真的是脚踏实地的在做公衣的人 以及像老谢这样呢 有社会责任感的博主 他们会动用自己的这个能量 影响力呢 在帮助他们嘛 因为老谢也是我的朋友啊 我今天看到他这个视频之后 咱也必须借个例子 如果说大家有余力 也愿意帮帮孩子的话呢 你可以联系老谢 或者说也可以联系呢 咱们长山县的春泥公益协会的周老师 我始终相信 只要说很多人联合起来 做一件事情的话 就一定能够呢 把那盏灯给点亮 哪怕灯光很微弱 到最后呢 依然能够照亮 整个黑暗的屋子 你说呢